客制化商品吸水杯店与皮革杯店一次带你看如何制作 根据制茶工会统计,每年茶相关消费金额就高达上亿元 其中各大通路贩卖的瓶装茶 而早餐店与连锁手摇杯店、茶房、茶饮市场亦高达上亿元的消费 饮料市场的庞大相对也对陶瓷吸水杯店市场带来莫大的商机 凡只要是冰饮必有水自必要时机就要有自己的个性杯店 趁着杯底,饮料市场越大相对杯店的需求也增多 一、材质说明,陶瓷吸水杯店是陶瓷粉末冲压成型 经过高温烧制、煤上又色料的产品 有部分是运用在类似水族箱的过滤装置 因为运用陶瓷粉末细密的多孔性结构 可以透气于过滤细小杂质原理 让杯垫表面的水滴渗入到杯垫底部 所以,吸水杯垫其实应该称作渗水杯垫 二、产品特点 那渗水杯垫的水滴为什么不会渗到桌面呢? 那是因为每个杯垫的背面都贴有贴心的止滑垫 止滑垫阻隔了渗透杯垫的水滴 所以,渗水杯垫看起来就像是吸水杯垫咯 客制化商品印刷推荐一生 适用多种材质 操作简单效率高 现在立即透过填写表单及来电洽询的方式 与我们联系给你最合适的印刷方案